川普接连发生亚利桑那选票审计结果会令人震惊 打压特斯拉纵然升级 马斯克悔不当初 习明泽个人资料泄露案二审宣判 牛腾宇依然遭重判 上百艘中共民兵船集结南海欧盟首次回应 美国亚利桑那州本周正式开始对2020大选中的200多万张争议选票进行全面审计 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表示 这次审计是为了需要回答成千上万个关于选举安全和选举诚信的问题 美国前总统川普4月23日发声明感谢亚利桑那州议会的共和党参议员 为此做出的努力 并预测这次选票审计结果会令人震惊 川普接着在24日发声明要求亚利桑那州州长为审计全程提供安全保障 据报道 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表示 这次审计将审验2020大选投票过程中的各个步骤 审计范围将包括但不限于扫描所有选票 全面的人工重新计票 审计电子投票系统等等 这次选票审计工作在位于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退伍军人纪念体育馆里举行 由4家外州的审计公司执行 并由9个摄像头从不同角度全程实施直播 选票审计原计划从22日开始 但是被马里科帕郡的一位法官暂时叫停 不过审计工作暂停期间的损失 需要由民主党人提供100万美元作为担保 最终民主党人没有拿出这100万美元 他们认为这个价格太高了 选票审计工作在23日继续进行 川普23日发声明首先感谢亚利桑那州议员的共和党参议员 并预告相关审计结果会在6周后公布 他说感谢亚利桑那州的勇敢和爱国的共和党参议员 他们为揭露2020年总统大选忠诚信问题所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他们的不懈努力促成州参议院聘请专家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计票 选票检查和全面的法务审计 结果将于6周内公布 川普同时质疑 民主党人为什么要如此急于阻止这场选票审计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诚实的选举是美国的心灵和灵魂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们伟大的国家 我预计结果将会令人震惊 24日川普又发出声明 呼吁亚利桑那州杜西州长立即采取行动 为这场规模巨大的选票审计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川普在声明中表示 共和党要求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 立即为勇敢的美国爱国者提供大规模安全保障 让他们对2020年总统大选进行审计 都西州长将对所有这些安全负全部责任 上海车展闹场事件后 官媒开足马力围剿特斯拉电动车 和新疆棉抵制洋货如出一辙 中共官方被指示幕后逐室 日前官方打压行动疑似升级 广州交通部门在多个路段 禁止特斯拉汽车通行 23日据网友发布的网传视频显示 广州多个路段不允许特斯拉上路 有交警或路政管理人员在路口拦截 特斯拉车主不得不绕路行驶 有路媒收集网上特斯拉车主们的爆料报道 周五广州多个路段已禁止特斯拉车型通行 多台特斯拉车型被拦停在高速或快速路路口处 车主被交通部门人员阻止继续向前 但并没有被告知具体的原因 而其他品牌的车辆则畅行无阻 根据网上特斯拉车主们的帖子或聊天记录 被拦截的特斯拉车型包含 Model X、Model 3以及Model S等几乎全系车型 此前经过中共官媒对特斯拉的舆论围剿 大陆已出现了一些抵制特斯拉的迹象 网传视频显示 有停车场管理员不让特斯拉进场 但这次由广州官方交通部门直接出手 限制特斯拉通行或显示当局对特斯拉的打压行动升级 这次特斯拉事件的导火索源自4月19日 一名年轻的女士在上海车展的特斯拉展被维权闹市 指控特斯拉刹车失灵 官媒随机掀起了一轮攻击对特斯拉的高潮 外界分析事件背后或由中共推动 其可能原因有三 一是特斯拉在中国不断降价促销 令那些技术落后的国产电动车难以招架 二是中共重演窃取外国技术三部曲 引进抄袭赶走 三是向拒不接受中共监管 并推动新链互联网的特斯拉施压 尽管特斯拉随后妥协道歉 并将事发时行车数据公之于众 该数据显示 特斯拉制动系统工作正常 高度疑似车主 高速飙车肇事 这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舆论 但依然有陆媒引述专家称 行车数据显示 特斯拉的制动系统大概率存在问题 时评人士子龙就此分析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到同人不同命 特斯拉和其他海外厂商 但凡有一点事就被官方上纲上线 媒体恨不得扒皮去骨 换到国内厂商身上 就是百般呵护各种洗白 说到原因 还不是因为海外企业更守规矩 不搞价格垄断 不会付给媒体高昂的公关费用 如今 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要掂量掂量 当初不顾阻拦的在大陆设厂 自死就是是非不断 中共垂涎特斯拉的技术 无良媒体眼馋特斯拉的钱 如今 马斯克是否后悔当初要在大陆设厂呢 另一方面 针对官方炒作的特斯拉产品的质量 根据陆媒车质网最新公布的 去年中国轿车投诉销量比排行榜 特斯拉Model 3 及投诉质量比最低表 投诉销量比为万分之0.7 今年3月 特斯拉在中国销量暴增207% 中国车主们也被指身体很诚实 中国第一家庭成员个人信息泄露案 二审结果当地时间23日公布 中共一家法院宣布 此案主犯牛腾宇一审 做出的14年有期徒刑 维持不变 其他23名涉案人员的 有罪判决也维持原判 牛腾宇的母亲可可表示 这是一起冤案 不翻案 事不罢休 美国之音员尹报导指出 这个二审裁决是在被告律师和家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的 2019年5月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 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 在海外公开 公开的信息包括他们的照片 名字 住址 生日 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 中共立即成立专案组 把此案当作一件大案 组织侦破 由于暴露习家信息的人都在海外 冒名网络警察就抓捕了分享海外网站链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的成员 2020年12月 涉案人员以扰乱公共秩序和滥用个人信息的罪名 被判有罪 牛腾宇被判14年有期徒刑 其余23人的刑期 从一年至四年不等 有消息说牛腾宇在恶俗维基网站负责系统运转和维护 在这个案子里是无辜的 只是由于受到胁迫和酷刑才被迫认罪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 目前居住在日本的恶俗维基网站的创办人肖燕锐表示 习明泽的个人信息最初是在另外一个网站 而不是牛腾宇的网站上公布出来的 是海外的一个人花了6000元人民币从中共的一名警察手里买来的 该报道援引一名律师说 牛腾宇在刑讯期间双手背靠 受到鞭打 有一根手指已经坏死 牛腾宇本人称 他是被逼认罪的 牛腾宇的母亲可可 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希望国家第一领导人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 知道这些孩子确实是被冤枉的 据可可披露 办案方到现在为止 没有想纠正的迹象 而是打压家长 把家长群封了好几个 然后对每个家长进行威胁 让他们配合所谓的维稳 不能对外媒说话 不能喊冤 可可还向证实 办案人员对牛腾宇实施了 刑讯逼供 人格侮辱和酷刑 可可表示 这是一起冤案 当局要罔顾事实的话 不翻案 事不罢休 自布鲁塞尔方面消息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斯塔诺 4月24日通过声明表示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包括最近中共大型船只 在牛厄礁的存在 危及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据法广报道 这份声明指出 欧盟致力于在充分遵守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情况下 在印太地区建立安全自由和开放的海上供应路线 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欧盟强烈反对任何可能破坏区域稳定 和国际规则秩序的单边行动 敦促所有各方根据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包括其争端解决机制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此前欧盟理事会19日批准了 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决定 该战略得到了法国 德国和荷兰的大力支持 旨在促进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和平与稳定 海市安全 以及提出雄心勃勃的联通性 和可持续发展标准 针对这一战略的通过 欧盟方面表示 对从非洲东海岸到太平洋岛国的印太地区 欧盟重新承诺将有着长期性的侧重 并将基于捍卫民主 人权 法治和尊重国际法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